总结上周,户子累计跌1.22%。 恒指上周跌828点。 全周在18861点至17926点间波动,上下波幅935点。 本周重点关注,9月28日法国公布CCI,9月29日意大利公布PPI,加拿大公布GDP, 9月30日内地公布BMI,法国公布PPI。 疫情,加息,移民潮三方夹击下,香港楼市冰封。 无论一手抑或二手市场,都是量价区库。 反映香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创,近三年半身低。 有地产代理统计资料显示,十大南丑屋苑约2570个放盘中, 34%为减价盘。 较4月疫情减价盘比率約27%更高。 反映小业主比疫情高峰期更欠信心。 一手楼市亦不乐观。 王竹坑站新盘早前开售。 折实平均资价35804元。 入场费約886万元。 据报全日更陆零成交。 情况并不意外,因为早前有发展商以私下表示, 新盘赤价余二万元已难卖出,并价如此进取,更难放售。 美国最新意识加息0.75厘, 多加香港银行已先后宣布调升最优惠利率。 更重要的是,联储局料今年底,或会加息至4.4厘左右水平, 即是约有1.25厘加息空间,明年更升至4.6厘。 此个加息预期,将令楼市投资者产生加息预期,进一步减低入市意欲。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, 虽然楼市断崖息下跌机会不高,但不排除会再有调整。 而且今年度首五个月地价收入近为172亿元, 与全年度预算收入1200亿元相距甚远。 在楼市到达临界点前,政府应认真考虑减辣,甚至撤销辣椒, 因为这些政策大幅加重置業成本,令不少人却步,严重打击需求, 同时政府亦应考虑全面开关,以更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专才来港, 不但能刺激房屋需求,更可利用其专业知识及技能带动香港发展一举两得。 虽然楼市不佳,但长实集团,1113投地转趋积极, 上月在以高价7.16亿元奪得元朗楼业街与充业路交界住宅地, 在过去16个月以投得三幅官地,合共斥支接近160亿元, 显示集团对香港未来楼市仍有信心。 而且集团近月密密回购, 单是9月1日至21日,已施近4亿元回购, 显然认为自身股价被低估。 虽然从表面股值看,长实的市盈率,市账率及股息率, 在四大发展商中相对较贵, 主要因为长实是唯一今年股价陆德升幅的股票,因而影响股值, 但以进衬公司价值。